大家先请合掌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老师各位介绍加密托佛 我们是讲到课本224页 224页 应该讲到这里 是吗 倒数第4页 是吗 你们有没有做笔记 应该是 我是贴在这里 好 对嘛 这是倒数第4页 好 那我们先 这有几个问题 我们先来回答问题 没关系 就是 善课有什么不懂的 我们尽量把它弄懂 当然没有办法说完全都懂 通常都是有多文训习 如理思文 反复运作 所以孔子说 学而实习之 就是要不断地复习 温习 温故而知心 就是你在学习新的当下 要温习旧的 那么从旧的里面知道新的 那从新的里面 再不断地复习 那么熟练之后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你要去实践 去体验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说的文师修 那他是反复运作的 那么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你道理会越来越清楚 那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听 听过就算了 那也不了解其他的道理 也不了解他的整个缘故 所以你的观念就不深刻 那就不容易理解 那前面的都还没理解 又来消化新的 那就是知识的堆积而已 那这样就会越往后面越迷惑 越听越不懂 但是就算懂也懂一点迷向 不深刻 那不深刻就是有一种现象 就是你要看书念 你才念得出来 不看书你就讲不出来 就会有这种现象 那你都要看书才念得出来 那遇到境界你哪里能够 你哪里能够操作 就没办法了 因为那个不是你心里面的东西 不是你自己拥有的东西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佛法不只是知识 也不是知识 那所以这个佛头 这个导师在佛法概念里面 那讲到佛法这一部分 他就很清楚地讲到这一点 那在印度佛教师讲史里面 他也很清楚地讲 这个佛法它不是信仰的 不是他力的 不是神秘的 也不是知识的 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很容易把佛法变成 只是照着仪式操作 那么就是信仰的 那么依着佛菩萨的加持 他力的 然后你只要照着做 自然有他的功德 自然有他的力量 若一日到若七日 一居咒到千居咒 那么你只要照着做 照着按表操作 那么你自然就会有功德 这个就是什么 神秘的 他力的 信仰的 我们写一下好了 因为主要 主要我们在学习佛法 主要要在佛法中得利益 而不是 而不是我们只是累积知识 这个益顺导师 我们也讲过印度 我讲过印度华教师讲识里面 这个佛法不是 他不是信仰的 那么他力的 神秘的 也不是知识的 这是学问的 这是知识学问的 我们讲学术了 他就是 那么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指导 就是让你理解清楚 你整个生命是怎么形成的 他的苦是怎么来的 而且提供一个正确实质有效的方法 让你离苦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如果不懂 我们要学要就是 第一个我们要会审问 因为奴家讲 这个学问的五个层次 博学 博学 省问 圣思 民辩 独行 我们再写一下 还是很多观念我们要理解 博学之 省问之 这个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了 博学 省问 圣思 民辩 独行 应该是这么说 博学是一个层次 那博学就是我们现在听闻 就是闻 然后省问 圣思 民辩 最后是笃行 笃行就是切实的遵行 那我们说我们学习佛法 包括我们读扎阿涵 看起来好像是学问 其实不是 所有的佛法都不是学问 都不是知识在的记 它都是 比如说我们讲渣阿涵 我们上了那么久 五蕴相应 六处蕴相应 现在上次六处相应 它重点都在告诉你什么 观察你自己的身心 那身心有什么好观察的 就是身心的状况 身心有什么状况 身体的跟心理的 主要是心理的 那心理有什么状况 烦恼 因为我们要处理的就是烦恼的问题 因为烦恼会造业 造业会感到苦 我们要处理的是苦的问题 佛法是灭苦之道 其实这个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那你说我们读了之后 我们能够用吗 肯定能用 是看你会不会用而已 那你要用你必须要先了解 就好像说我要看操作手册一样 你要了解它的构造 或是它的原理 那你就会用 那你都不了解 不按这个次第来 那你当然就不会用啊 你就会摸不着 审问圣诗明辩 然后最后是笃行 但不是说你全部知道的人才笃行 不是的 建作 然后做了之后 反过我回来又想 那想过我回来又学 又学新的 又学新的 又这样 审问圣诗明辩的人 又做 然后基本上叫做医教奉行 那么这里 这里一般来说 这个 就是文 文所成会 这个是诗 诗所成会 这个是修 文诗修俱足之后 后面就是什么 正 就正路路流 就正 就超反路胜 就离苦得乐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修学的层次 那么如果再往前看的话 文一定要依善之士 那就变成事欲流之 清净善事 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学法行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这个层次 佛法就是这个层次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的层次 在文 那文之后 诗 因为我们之前就文很多了 那么这些累积累积 由你由于你多文 我们说多是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 听很多间 一个是间 听过很多遍 它就叫做多 但是如果一按就来讲 真正的多文就是 读外乌五蕴六处就是 真正的法就是 你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 那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烦恼造业 而感召生死轮回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神问 你要好好的去理解 那我随喜的佛法 我所学的佛法 我到底是在 我到底学了些什么 那我学这一些做什么 有些人学了没有用的 真的 比如说 我们说很多人学中观 学为世 学了没有用的 他不是用的 他用就是用那什么 用来细论 为世讲怎么样 中观讲怎么样 我讲到天花乱坠 天花乱坠是好的形容词 就是天脸现花掉下来这样 听说梁武帝讲《波罗经》的时候 天花乱坠 乱坠乱不是不好的意思 乱坠是纷纷掉下来 然后感到天 感得的这个天脸供养 天花乱坠 讲得非常殊胜 没有用 用不了啊 用不到啊 那实际上是在用的 那咋喊我们也不是读了说 我读过咋喊感到很殊胜 不是这样 是因为他就是在观照你的身心 告诉你修行的方法跟斥定 那我们累积这一些一定要 越学越清楚 越学越明白 越学对我们身心也感到自在 一定是要这样子的 那么奴家之所以叫学问学问就是 所有的知识都是从学跟问来 不学什么 所以这就是说你做学问做学问 但不是这样而已 后面要圣思明辨独行 那么这个跟我们佛法其实也是一样 它没有那么复杂 它就是文师修 那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里面很重要 就是你要好好的理解 辨别 所以后来阿比达摩圣行也是这样 论 它就是在分析辨别归纳 这些道理 那这个是其实很重要 那中国人跟西方人不太一样 真的你如果去西方讲经 他们会给你问到底的 我们一般说法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还问砂锅在哪里 其实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那个问是破裂的很 那你要把它缝起来的 不是我们那个问的那个问 好 那它基本上就是类似像这 就是说它会追根究底 你这样讲没道理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觉得没道理 我们也会默默接受 为什么 法师是专业 肯定有道理 那如果我觉得没道理 那是我不懂 其实不是喔 真的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没有问 也许你认为了这个道理没道理 那你的观念有错误 也许法师的观念有错误 不是法师说的就对 也不是说那我学有那么多 我学的就一定都对的 不一定喔 我也可能有错 不要说我了 因顺导师都会有错 他后期的也修改他前期的 对不对 只有佛肯定不会错而已 大阿罗安肯定不会错 但是就算他肯定不会错 阿罗安的用语习惯也有可能会错 但是那个不是他的错 那个只是他的 比如说我们说我今天去买了土豆回来 那你去到大陆跟人家买土豆回来 那就错了 为什么大陆的土豆是马铃薯 我们的土豆是化生 那个不是他的错 那个就是他用语上他没有办法 智慧有那种 除了佛祖外没有办法就是 气里气气 随着那个地方随着那些人 他就知道要用什么方法 就还没那么厉害 但是他没有错 但是他说出来 对方讲他就是错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习惯 他的习气 那么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习惯 会引发人家反感 除了佛之外 所以这个在经论里面就叫做 他是不然无无知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菩萨就是要断 好 那我们稍微明白了 还有学习在奴家里面他有一个就是 都是我们讲他讲 时过难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 那么读学而无理则孤陋而寡闻 稍微 既然讲我们就顺带讲 因为我们也不纯粹是一直 一直读一直读 然后把这个读读完了 然后就好了 不是 我们平常都是在累积观念 那这些观念会动发我们的行为 就是引发我们的行为去造作 那重点是要深刻 重点是深刻 真的 佛陀时代的这些阿罗汉 没有一个人有读我们 读这么多的经 真的没有 你还好想 没有人读过这么多经的 后面这些什么论更不用讲了 就算这本《杂阿罕经》 我告诉你 那些大阿罗汉 都是听几部经 或是有几部经 最多的阿难反而最晚解脱 他们听过了之后 他们没有 虽然《杂阿罗汉》 一直跟在佛身边 也一直听 也一直听 但是大多数的阿罗汉 或佛弟子 没有听我们这么多的 因为这么多 是结集几百个阿罗汉 然后把它编出来 那你会看到 每一个阿罗汉听到的些什么 但不是所有的阿罗汉 都把这些听进去的 没有 没有的 所以 有史以来 我们学最多的 我们学的 比那些阿罗汉 佛陀时代的佛弟子 都还多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呢 当然 因为佛陀时代 佛说了这样就是这样 绝对不会错 可是现在你说是佛说说是这样 到底是不是佛说 佛是不是说这样 这个就 这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就不一定了 所以 一下子又加这个 一下子又减这个 加加减减 那么 你东西寄放在人家那里 肯定会变少 你话寄在人家那里 肯定会变多 而且会变不一样 这一定是的 那我们讲 儒家有讲 就是我们学习还要把握 把握两个 把握两个原则 它是这样的 时过然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 就是你要把握时间 你现在还有记忆 还有理解力 还有体力 还有时间 而且社会的因缘 你看一下子等一下又 像乌克兰在战争 然后是等一下疫情又怎么样 本来今天听说又要停课的 然后想说不要停 不要停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至于常常有这个生命 时间跟时间一直跟你们上课 不一定 我告诉你们 真的 不是一定常常有的 但是如果是因缘不紧了 那又要停了 所以 这种时间你要把握 时过然后学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心力 体力 脑力 这三个 记忆力不好 记不住了什么 这个就很难 体力又不行了 生病了干嘛 也不行了 然后心力也不行了 然后体力也不行了 时过 然后学 然后你才要学 当然老了都可以学 因为一个人的心力 体力 跟脑力 跟年纪不一定有关系 但多数有关系 但不一定有关系 时过 然后学 基本上就是学嘛 则勤苦而难成 论理的第一句话就是 学而实习之 就是要学 然后孔子说 我不是生而知之的 我是学而知之的 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好了 我觉得奴家的很多道理 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可以都拿来用 我以前读很多 现在老实讲 记忆力也衰退了 很多都忘记了 但是有些很深刻 还能感散口 那我觉得蛮不错的 时过难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 意思就是四倍功半 你很辛苦 但是不容易有成就 时过难后学 你要把握这个时间 则勤苦而难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读学而无虑 你说我自己在家学就好 我自己看就好 我告诉你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读学而无虑 读学而无虑 则是什么呀 怎样 有没有人知道 应该有人知道 则孤肉而寡闻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么多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跟家瞻眼学的 家瞻眼听的 阿难听的 舍利佛听的 很多人听的 我们就听了很多 那跟这个人学 那跟这个人学 跟那个人学 孤肉而寡闻 所以叫做博学嘛 所以孔子很早就是立志向学 他说人 人有三种 世间有三种 学习的有三种 还有不学习的 这跟佛陀讲四种马是一样的 有四种两马 最差的一种就是打到流血了 很痛了才会跑 当然还有一种打死了都不会跑 有些是看到影子就会跑 那孔子是讲 世间学习的有三种 当然有一种是不学习的 那就不用讲了 那会学习的有三种 一种是生而知之的 就是神起来他就知道了 他不用学很多 他自然就知道 确实有这种人 像音乐 有些有音乐天分的 他也没学过那些音乐的课程 他自然就知道了 真的 话原理没有 有些人就是这样 佛法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有一些观念不是这一身学 也一样 那我觉得你们也一样 但是就是不成熟 还要再学 让他成熟 生而知之 他说有三种人 就是你有知识 那你学习的 然后就是你的知识 你了解的 那么一个是生而知之的 一个是学而知之的 不是学习 而是知道 就是你知道这个道理 知这个道理 那么有一个是 生下来就明白的 有一个是要经过学习 不断地学习才知道的 另外一种是困而知之的 他也不学 他也不知道 可是他也不学 他什么时候学 问题来了 不学不行 他不解决不行 他才去学习的 就变成这样 困而知之的 孔子说他不是生而知之的 他是学而知之的 而且是非常勤奋的学习才知之的 他好学 他很多老师 学无常识 他问那个种田的人怎么种田 问那个做工的人怎么做工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也要有这种精神 那么才会让我们在学习的路上 其实你就会忽然间发现 这样学习的学习 忽然之间发现 咦 自己开窍了 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 真的喔 真的会这样 好 那讲到这里 我们就来讲一下看 我们的一个问题 他说 有情是有情是有情爱 好 其实这个很好 就是说我们对于问题有疑问的 就好像最近 昨天 我先把这个讲完 我再来讲一讲 我觉得很多问题 佛法里面存在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就是 第一个 第一个 大家不会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不敢问 这是第二个 那不会问 不会问来自于 你不会思考 真的 那不敢问来自于 你思考 你会思考 因为你知道问题 你想问 那你不敢问 来自于你学习的态度是错的 那不会问来自于 你思考的方式是错的 你都不晓得问题在哪里 不晓得从哪里问起 那我们来看 他是这样子 他说有情 好像是我上次讲的 忘记了 这佛法概论里面有讲到有情 如果有学佛法概论 我觉得佛法概论也是蛮好的一本书 它厘清了很多问题 那么有情它是印度化翻过来的 印度化翻叫什么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有情爱跟有情事 它的特点 那这个其实是西班人讲的什么 感性跟什么 理性 其实就是这样 佛法里面 在阿含经里面有时候叫做知情意 他会把文分析做知情意 知识的 感情的 意志的 那么这个是感性 感性转化到圆满 它就叫慈悲 理性转化到圆满就叫智慧 那么这个叫做理性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是就是分别 认知 了知 了别 那么 有一些哲学比较偏重在于对善恶的 就是它的理性是对善恶的分别 所以像有一些哲学它比如说 它认为人有没有纯粹理性的 纯粹理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 因为佛法 如果西方的哲学里面 它提到的 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先了解这些东西 稍微 就是佛法它掺杂了很多 因为现在我们比较 这个都是佛法的名像 佛法的名像 西方人不一定看得懂 那一般的人也不一定会知道 通常 那通常我们的就是哲学的范围 就是去了解这些道理的一些学问 那么比较偏向情额上的哲学这样来讲 它通常来讲 就是说分析这个世间的理论 它也不一定是哲学 就是分析这个世间的理论 来认识这个世间的 通常有叫做唯物论 跟唯心论 通常是这样的 那这个都叫做一元论 原就是根源 根本的 唯物唯心 或是心物二元论 但是主要是这样 就是只有物质 唯就是只有 纯粹只有 物是实在的 原就是实在根本的 就是我们一般叫唯物论 唯心论 另外有一个叫做 另外有一个 基本上我们叫做 本体论 还有一个叫什么论 就是说它基本上唯心的 就是它只有一个 只有 只有一个实在的 这个实在的 物质是实在的 科学它比较偏向你这一边 科学比较 比如说 共产党它是唯物论的 人死后没有灵魂的 这印度也有 中国其实也有 都有很多这种观念 到底什么是实在的 也有唯心论 当然也有什么 唯心里面 像上帝它就比较偏重 它是一个 也类似像唯心论 唯神 唯犯 类似像这样的 另外有一个是 认识论里面 就是我们认识这些世间的东西 就是 这些认识里面 在认识论里面 论就是 它的这个说法 就是 我们基于我们对世间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很多道理的认知 它基本上也来自于两个 一个叫做经验论 就是 就是我们是透过经验才了知的 一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 我们透过理性去了知的 我们透过这个理性去了知的 那么有一些认为 有一些认为 有一些认为 没有 没有纯粹理性的这种东西 没有纯粹理性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是依着经验去判断的 它对或不对 都是依着经验而来的 那 理性 纯粹理性就是 我这个是 依内在 纯粹的这个理性 不是依经验的 因为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啊 所以就变成有客观主观的问题 好像这个就很负载了 那我们不要讲太多好了 讲到理性跟感性 那么有情爱跟有情事 当然这个是佛法一般说的 那就是说 有情爱 那么这个情爱 基本上 它是比较属于感性的部分 有情 那情爱 所以它叫做有情 那你 它说 那 一定是两个都有吗 一定两个都有 一定两个都有 那一般我们就叫做情绪 好 那佛 是不是没有情爱 好 那我们就要先定义 这个情爱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转化 它就要清净了 它就叫做什么 慈悲 如果你转化 不染屋的 就有我们的染屋跟不染屋 一般我们染屋不染屋 我们一般用作 暗暗经里面用作什么 明相应跟什么 不明相应 其实就是这样 染屋跟不染屋 就是烦恼相应的 染屋一 染屋心不染屋 不染屋 只要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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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有这样部分 那么染屋跟不染屋 所以我们说它是在转化 它没有办法消失 消失了就变成什么 变成物质 有情 有情相对的是什么概念 无情 对 有情相对的就是无情的概念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两个部分 那你这个事 一般凡夫我们讲 我们来讲 我们先讲这个 染屋跟不染屋 那染屋我们就叫做明相应 不明相应 无明是以邪见为主 以有我爱为主的 种种烦恼 无明 我们叫做无明相应 那明相应是什么 智慧相应 这个就是烦恼相应 烦恼相应 这个是智慧相应 清静心相应 智慧相应 我们叫做明相应 这个是经论说的 《罗易阿汉经》来讲 用明相 用明相来解释明相 那你说 你说这个佛是不是没有情爱 那佛是无情的吗 佛是有情还是无情 佛也是有情啊 但他不是凡夫的有情众生 他叫做什么有情 绝有情 是不是 所以佛一定是有情 是有情爱的 但是他是绝有情 绝有情的意思就是什么 明相应的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他具有大慈悲跟什么 大什么 大智慧 慈悲 智慧 圆满俱足 没有众生染污的 一分染污的部分都没有 那众生是 众生是有染污的部分 烦恼相应的 无明相应的 不觉的 那菩萨是多分觉 看你是从少分到多分 看你是出地 还是实地 哪有凡夫 凡夫就是不觉的 那么圣者菩萨要看你是在哪一个阶位 如果到了一身补处 那个就接见于佛 但是还有一分无明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是完全无明 然后少分要迈向觉悟之路 但是还没有正一分 正一分就是什么 出国或无身法染菩萨 他就有一分觉 然后就慢慢慢慢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说佛是不是没有情爱 佛没有凡夫的情爱 没有染污的情爱 没有烦恼相应的情爱 但是佛是有情 觉有情 菩萨就叫觉有情 那佛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圆满就近的觉有情 那菩萨是觉悟的有情 他是指圣者菩萨 他是已经觉的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觉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么 如果是为什么不要说有情事 还要说有情爱 当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佛即使是有情事的 还是有情爱的 那有情事这边转化清静 所以一般为事就叫做转世成智 那么 如果从这个地方讲 就是转爱成什么 成悲 就慈悲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因为这样 所以他了知一切世间的现象真理 那么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 那佛当然是有情 不是有情就是无情 没有那个一有情一无情 非有情非无情的 佛法分裂就两个而已 有情戒跟无情戒 那树木啦 那石头啦 这一些没有情是没有情爱的 那其他的动物 那么是有情是有情爱的 那有一个我们不晓得怎么分在哪里 生物界有时候也有 就是他是不是生命 那现在的 以前我们是分三大类 现在不止 现在好像是五大类 以前是 以前我读书那个时代 因为我读到国中了 我就读国中那个时代 他分三大类 那就是生物分 就是世间分三大类 植物 动物 植物 动物跟矿物 我记得啦 然后戒门 肝木 科 俗种 那现在我不晓得 现在好像不止 现在还有细菌的 还有什么病毒 原生 什么 菌类 好像分五大类 我忘了 但是接下来就越分越细 那如果说 你说细菌到底是不是生命 那如果生物界讲它是 但病毒到底是不是 那就不知道了 其实佛宝没讲到这个 那我也不知道 但有可能也是 也不知道 那基本上就是 有情跟无情 佛法分有情跟无情 有情是指有生命现象的 有生命现象的 那么有生命现象 它一定是有情爱跟有情事 其实是这样 那佛当然是有情 但不是凡夫染污的情 那所以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 佛当然是有情 那下面的问题是 佛没有情爱才有的问题 那这样 如果没有回答到你的 你还有疑问你要讲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 还有疑问你要讲 我们就直接再说 因为有些思维 可能就是没有回答 或是没有回答到你的 你的这些问题 阿罗哈你也是绝有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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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但是他比较没有佛那样的大悲 他还是有 他无我 无我不自私 他就不会有懒无相命的 但是他没有那个大悲 就是他的那个量 或是那个层次没有那么多 所以阿罗哈叫做正觉 佛叫做无上正觉 无上正等觉 无上正等正觉 绝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佛就是绝者的意思而已啊 佛其实就是绝者的意思 佛陀是绝者的意思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 阿罗哈也可以叫做佛陀 只是后来尊重佛陀 就是因为阿罗哈跟佛 佛也是阿罗哈 阿罗哈也是佛 如果从绝者这个意思来看哦 佛集佛弟子 阿罗哈 这一部分来说 他都是绝者 那佛陀只是绝者的意思 所以 舍利佛也可以是绝者 穆建年也是 那希达多 希达多是世尊 就是我们说的佛陀 他也是绝者 都是 但是 舍利佛这些佛弟子 跟佛的智慧慈悲 明显有层次啊 但是他都是不染污的哦 所以 后来就尊称佛陀为 绝者是佛陀的专用 那些弟子都叫做阿罗汉 尊者 都叫做尊者而已 佛也是阿罗汉 佛也是阿罗汉 阿罗汉也是佛 其实阿罗汉跟佛都是在形容 绝者不同的功德而已 那后来佛陀变成希达多专用的 所以叫做释迦摩尼佛 释迦祖 他的名字是 取坦西达多 或是说乔达摩西达多 取坦是他的姓 或者是他翻译做乔达摩 乔达摩 有时候翻译做取坦 他姓取坦名西达多 那他的种族是释迦族的 那释迦族的贤人 摩尼是贤人的意思 释迦族的贤人 成就一个觉悟了 他觉悟了 所以叫做 我们把它叫做释迦摩尼佛 其实是这样的 还有一件件 比如说 吉纳哈摩尼佛 其实这个不是他的名字 这个是尊称 释迦族很多 很多释迦族的也全伯 很多释迦族的也成为抉择 比如说后来的阿纳里也是释迦族的 阿纳利亚也是释迦族的 他们严格来讲 都可以叫做释迦族的贤人 都可以 不可以叫做释迦摩尼 如果这样来说 但是这个是尊称 后来就变成 这个是西达多专用的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语词弄清楚 那 所以阿罗汉 阿罗汉也是有情 他也有慈悲 也有大悲 不是大悲 他也有慈悲 跟众生比 他当然是大悲 跟佛比他就没有 所以佛是无上 阿罗汉上面有佛 佛上面没有了 到他这里究竟圆满 究竟圆满 彻底究竟圆满 无上 我们通常 通常用这些形容词来表达 这个是彻底 究竟圆满 应该是彻底究竟无上圆满 应该是彻底究竟无上圆满 彻底究竟无上圆满 彻底究竟无上圆满 就解决问题 还有 他说 这个是我见我爱 什么是我见我爱 那这里 那就有情是 有情爱也是 有情爱 如果凡夫 如果这个 我们西方叫做理性跟感性 那么佛法 从凡夫来讲 比如说 从凡夫来讲 比如说有情 我们这样来讲 有情 凡夫 跟圣者 凡夫有时候 凡夫一般有时候叫做异生 我们这样来讲 因为这跟情爱情事是一样的 那么有情里面的 凡夫一样是有情爱 情爱跟情事这一部分 那么圣者一样有情爱跟情事 不过 他已经转化 清静了 变成慈悲 变成慈悲 跟众生 跟智慧 那凡夫呢 凡夫是以我 这个是有我 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 就在有我和无我 有我跟无我 那圣者里面 一切贤任皆以无为法有差别 圣者的差别里面就是 无我的层次 高诺低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圣者的究竟就是阿罗汉 那出国就叫圣者 出国就叫圣者 从出国到阿罗汉 阿罗汉完全证得无我 出国虚头丸子证得一分无我 然后见见见见见 保探认知 二果三果 好 那么这个 凡夫的情爱 于我为主 就叫做我爱 以示的了别 了别就是认知这个我 这就是我见 那这个是凡夫的两大烦恼 就是见烦恼跟爱烦恼 我们叫做见惑跟失惑 这个烦恼我爱引发的 我爱引发的 就是我们叫做爱烦恼 见失惑 行为上的偏差失惑 这个就是变成见惑 见烦恼 爱烦恼 那有爱烦恼 有爱烦恼 有爱烦恼 爱不成引发撑 这个爱烦恼引发两个 一个就是你对于你 只取你所爱的 只取你所爱的 这个就是叫做贪烦恼 那么有爱不成 或是只取你不喜欢的 这个就是成 这个由对我的只取 而形成根本的邪见 吃 然后由这个叫做无名 最大的 最根本的无名叫做我见 那由无名 由我见而不知因果 不知夜报 不知善恶 这一些种种 在阿经里面有 不知善恶 不知夜报 不知缘起 不知世帝 这种种 这一些就叫做什么 这些就叫做吃 一般我们叫做无名 那所以 这个贪嗔痴就变成 有情凡夫众生的三个特点 烦恼的三大特点 那阿含经里面主要讲 就是我见我爱 见烦恼跟爱烦恼 就是他基本上这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见我见 因为有我才有这些的 我爱 我爱而行 那我爱我见 根本来讲 根本是我爱 那当然他有很多烦恼 不只是这一些嫉妒啊什么的 我爱 写到我 写个字我自己都看不懂 我见 其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如果从 如果从缘起来讲 他就是什么 你看 如果从缘起 蛇缘起 人为什么生死轮回 他这个就是 我见就是无名 无名 缘行 就是这个身体 行缘是四缘明色 明色缘6666缘处 就是身心在 身心在运作 叉身叉面 取静的时候 那么就起什么 以我见为主 那么 透过感官 透过六根 对六成的取持 就 透过眼耳鼻子的特力 对色身相会触法 那都是由 这个是 都是由这个是 是 情事 有没有 有这个情事 我见得情事为本 所以 你的 你的这个情事 透过眼根 叫做什么 眼事嘛 对不对 然后透过耳根 叫耳事嘛 然后透过这个情事 直取这个境界 透过眼根 我们看一下 你的情事 你这个友情的情事 透过眼根 这六根 这六根嘛 眼耳鼻子的生命 透过眼根 它叫做什么 眼事 那眼事是了别什么 了别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些境界 色尘 了别这个色尘 所以眼根 了别这个色尘 那这个色尘 就是六尘 六根 然后会产生什么 直取 产生什么 产生这个直取 贪爱 取 由贪爱产生 爱取有 因为 我见一定会引发 我爱 我爱会产生直取 产生 所以你看 眼根 我们现在讲六处 也是想讲这个 等一下会讲到 眼事 然后最色尘 然后起贪爱 引发这个贪爱 因为我见一定会引发我爱 起贪爱 然后产生直取 然后产生直取之后 就会形成未来的什么 生死的什么果报 所以叫做有 未来的前有 就是爱取有 就是变成这样 无名 行 然后世 名色 六路 处 受 爱 取 就开始有 未来世 又一直 又造作了 然后有就开始出生 出生又老病死 又这样 在生到死的过程 又开始 无名 行 世名色 就这样 这整个过程 就就是有情 整个过程 就叫做有情 你看都是 情爱跟情事 在反复的什么 交叉运作 由情事引起情爱 由情爱在增长情事 这个唯一是叫做 种子献现行 现行又熏种子 就是这样 不断不断的寻反 那么 你的我爱 一定是 以我见而有的 我见一定会引完我爱 面对境界的时候 就算你前面都看不到 你在心里面会想起 那个谁怎样 那个谁怎样 那个我好喜欢 那个我好讨厌 就算境界没有 你因为 你因为你心里面 这个就都法尘 他也一样会起这个 我爱 由我见起我爱 那由我爱 再来巩固我见 通常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情爱的过程 那这样 其实很清楚 阿罗汉当然 阿罗汉当然就没有 因为他 他为什么没有 他为什么不会起贪见次 他就没有我见 他没有我见 不会引发我爱 也不会用 没有我爱 又不会巩固我见 所以他基本上 都是慈悲跟智慧 就是我能够利益你 我利益不到你 我也不会起贪他 就算你恩将仇报 与我无妨 不会啊 所以你看那个 经典里面讲到 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一直在毁谤佛陀 要害佛 提伯达多有两个弟子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也忘了 也没有记到他们的名字 也有两个弟子 提伯达多有两个大弟子 一直在毁谤佛陀的两个大弟子 舍利伯和穆见年 后来有一次 佛陀舍利伯 穆见年听说 佛陀受祭 已经受祭 这两个大弟子 会堕地狱 然后没有多久 他们死了 就堕地狱 因为佛陀说会堕地狱 一定会堕地狱 没有那个不会堕地狱 因为他夜报已经现前了 没有办法改了 你就是给他做什么超见法会也改不了了 你给他用那个水陆空 水陆空的大法会 水陆大法会也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 叫他就堕地狱了 那穆见年听到就觉得 哎呀 这个人堕地狱 实在很可怜 又因为毁谤我堕地狱 我又改变不了他 我又不能叫他不要毁谤 我知道他这样毁谤会堕地狱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叫他不要毁谤 你去叫他不要毁谤 他毁谤就更厉害 你知道他会因为毁谤堕地狱吗 你想说为了他好 叫他不要毁谤 他会更生气 他毁谤会更厉害 因为他也不信 他也不信 我骂你会堕地狱 后来他真的堕地狱 穆见年就在心里面想 这个故事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就有这样的故事 穆见年知道他堕地狱了 就想说那么 以前跟他讲 你这样会堕地狱 他可能不相信 现在他真的堕地狱了 总该信了吧 我去叫他忏悔 结果去地狱 所以到地狱 那个穆见年是可以到地狱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假的 但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到了地狱 提拨到那个大弟子 不知道他一个叫做什么 箭什么的 我忘记了 我知道有一个名字 不好念不好写 那么 看见穆见年习惯性 习惯性 就开始骂 都是你 都是你害我堕地狱的 你等一下 你看 穆见年没有叫他 毁谤他 而且他告诉他 不要这样做 他还一直要这样做 当时他受苦了 你看他烦恼性 我见我爱 他就觉得 我是因为你堕地狱的 就是因为你做不好 我才 你让我看得不习惯吗 不顺眼吗 所以我才会骂你吗 那还是你不好啊 你看 这个 这个就很麻烦啊 人就是 但是情爱情事就是这一种 情爱情事就是 他不会反省 不会反省 关照自己的身心 反正错都是别人错 就算你有错我也错 一定是你错在先 我错在后 一定是你错的比较多 我错的比较少 你看人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情爱的特征 那慈悲就不是这样 慈悲就是 不管是你对我错 但是 就算我没有造业 但是你自己因为骂我 你受苦 我都觉得 我好像有责任 我好像要让你减少一些苦 你看 但这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到是 他是依智慧 依慈悲在运作的 心是依智慧跟慈悲在运作的 还是依贪嗔痴在运作的 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爱跟情事 然后 反复跟胜走 那这个就是我见我爱 我见就是见有我 我爱就是爱着我 其实他就是这样 因为我不晓得问这个问题的是 到底是不明白在哪里 因为他说什么是我见 什么是我爱 这个其实真的要讲起来是大哉问 但是就是 简单讲 是不是对这个名词不明白还是怎么样 这个见就是直取的意思 见有我 了知 直取有我 我爱就是爱着我 贪爱我 只要是这样 有问题吗 如果我不知道可以再问 刚才是有人问我什么 我有回答吗 我忘记了 刚才是 刚才是谁问我 问了什么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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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回答了 我都已经忘记是谁问我了 好 现在讲相在 不懂 不懂真的要问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累积知识 我们就是要把 很多东西要把它弄清楚 那么弄清楚了我们才知道怎么操作 好 相在 这个都是翻译的 翻译的 从中文来看 相在就是什么 互相存在 是不是 相在它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比较少用这个词 所以看起来很陌生 以前可能有用的 就他们翻译那个时代 有一些名词 他们可能是习惯这样用 相在 就是 用 用 用世间的人的话 叫做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基本上 基本上就这样 互相 互相存在 融合 并融 并存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相在是在哪里来的呢 我见里面来的嘛 是不是 那是 叫做三种嘛 就是 集运我 集运我 离运我 基本上它就是我见 直取有我 见有我 它基本上有三种情况 集运我 离运我 跟什么 相在 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说 相在我 但是一般经典都没有讲 它就讲相在 但是 如果从这个意义之来讲 可以讲相在我 那么 集运我 因为 这个我 分析起来就是五蕴六处六戒嘛 那如果从这个地方看 我们也不一定叫集运我 叫什么 集处我 是不是 六处嘛 内六处啊 对不对 集借我 有没有 因为 我是这样的嘛 如果从 如果从这个道理来说啦 你看 我是这样 我是分析来看 五蕴 还有什么 六处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六戒 活化概念有啊 之前我记得有讲过很多次啦 写在这里好了 等一下 既然大家不熟 我们就把它弄得熟一点好了 我告诉你久了你就会贯通 真的 你看这个连到那里 那里连到那里 其实是一条线的啦 我们不但 我们不但要举一反三 还要什么 一以贯之 这个是空子 空子读书的一个借窍呢 就是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就是说 你从一个名词 从一个观念 那么你可以知道 这个通哪里 这个哪里 这个我们常常讲 是法跟法在通 你就知道 阿罕经这么讲 金刚经这么讲 宝贵经这么讲 那第几经这么讲 第几经这么讲 其实是一样的 五音这么讲 六处这么讲 六界这么讲 十八界这么讲 你看 有情有爱 情世里面 阿罗汉啊 这些啊 它是怎么样的连在一起的 缘起上怎么讲 四地上怎么讲 中道上怎么讲 如果无我 比如说无我来讲 缘起上是怎么讲无我 四地上是怎么正无我 中道上是怎么分别无我 你看这有种不同啊 好 不但要举一反三 还要什么 一以贯之 就是你要融通 就是你发展出去 你这个东西 你可以发展出很多 那么这么多东西 又可以用 浓缩成 一个根本道理 那么这个你必须学习 你不管学习什么东西 你都要 稍微 稍微要 要汇通 而且要融贯 我们叫做融会 贯通 这个是多的意思 那现在来看 我们要来讲这个 五云六处六戒 再来讲 如果你熟真的 你就这一个问题 你不用看书 真的 这东西就是你熟的东西 那你有几个理贯通 你就知道 这样是这样 那不懂就在问 所以你看大致里面 常常 一论 一论生论 有没有 这个问题 你还有其他问题 领生其他问题 就来解决 那有时候会解决太繁琐 太详细了 我们接下来看 就是这个我 他通常 依佛陀 佛陀在阿安静里面的分法 印度人的分法 当然还有其他哲学的还不一定这样分 这是佛陀的分法 那么有一些 不是不派 有一些六四外道 或是 的一些分法不一定是这样 比如说 有一些外道 他是圣论 还是圣论 我忘了 他把人分成七大成分 那么 有些分成几十个成分 有些分成两个成分 这不一定 就两大元素 七大元素 或怎么样 那么 所以这个是 在印度的那一些思想上 其实是很多种分法 但是我们说的是 佛陀的说法 佛陀的说法基本上就把 人分成三大类 就是 这个生命的组合成分 以人为主 其实是以人为主的 如果你天人 那是不一定 所以佛法是人间佛法 人间佛教是以人为本的 如果无色戒的哪有色法 没有色法 没有色法 你哪来色法 哪里有色奏想明事 哪里有眼耳鼻舌 神 没有 到了色戒就没有鼻跟舌了 鼻跟舌根 鼻跟舌有 鼻跟跟舌根有 但鼻式跟舌式是没有的 没有的 非想非非想 这纯粹只是意识而已 色戒没有 鼻式跟舌式没有 所以佛陀的这个说法都是依人 依人而说的 也不是鬼 也不是地义 也没有 也不会 没有 所以佛法是为人而说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我只要是以人 六道里面的人为主 这个我的生命 那么主要有三大部分 一般叫做运触戒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 没关系 我们就理解这个 也算复习 这个也很好 我们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按表操课 然后把这些课文读完 其实重点不在那 重点是要你理解 你知道你怎么样用 这个要先有 那运就是五运 五运 五运即使都是分成身心部分而已 其实它就是身心部分 身 心 这人的生命基本上就是有身 身心合合而成的 它就是身心合合而成的部分 就是物质跟非物质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慢慢讲 那身的部分我们就让它设法 心的部分就是受想行事 所以就合起来叫做五运 就变成五运 那么处 处是一句所一的 那么处基本上也是分身心 身分心 身是什么 言耳 它基本上处 六处就是六根 它分内跟外 它主要是内 主要是内 那么之所以讲处 主意是内六处跟外六处 因为这一些事要针对 这个就是认识论 我们怎么认识外境 言耳鼻舌身 那有一些名词它不一样 你不要混在一起 言耳鼻舌身 然后这个就是意 然后假如讲意 有的讲事 有的讲信 不太一样 好 那么戒就是六戒 所以这个叫做六处 它主要是内六处 这个是六戒 六戒是由十八戒来的 然后六戒 它一样分身跟心 那么身是地 水 火 风 空 然后就是什么 四 当然这个也是依照印度思想 或是印度文化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去说的 那你会发现 你看导师他就把它分了 那么一样都是身体 为什么要这样分 因为它本来印度哲学 温度文化里面就有很多种分法 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 比较偏什么 心理的 比较偏心理 所以它是详于心理的分析 它就是分析啊 把人 把这个人 我提到就是人 因为佛法主要就是无我 我跟无我 就是从有我到无我 那从有我到无我 你要先认识那什么是我 我们 我见就是执着有我 你从哪一点去执着有我 那你要先认识什么是我 你才知道 然后知道什么是执着 然后才会知道什么是执着有我 那每一个人所执着的我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是我执 但每一个人所执的我是不太一样的 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贪爱 但每一个人贪爱什么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爱的程度 跟爱的境界现象不太一样 但是根源都是来自于爱我 所以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那这个很明显是详于心理的分析 分析 你看物质的它就是 就是物质跟心理而已嘛 这个身是物质的 那这个我们叫做非物质 那叫心理的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呢 言而鼻则声 这个是什么 你看它就是身理的 跟感官的啦 其实就是感官 那感官就带动我们的感觉系统 基本上就这样 视觉 你看这是觉察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有没有 那身体就是触觉 那心就是感觉 第六感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整个感觉系统而已啊 整个觉察系统啊 那觉就是觉知外界嘛 觉察外界嘛 向内觉察自己 向外觉察境界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它这个叫做什么 想以心理的分析 生理的分析 生理的 生理性 那这个 很明显的 这个是 印度人对于世间物质的看法 所以这个是什么 物理的分析 想以物理的 它也有心 它心就简单讲这个而已 物理的分析 所以 这导师 这导师讲的啦 讲的很好 好像应该在佛法概论讲的 一个是想以物理的分析 一个是想以心理的分析 一个是想以心理的分析 就是比较偏重的 基本上是这样 讲到这里 有时候我们刚才有讲过 同样都是这个心 为什么有时候讲心 有时候讲义 有时候讲事 这个我好像跟大家讲过 大比佛萨论 部派讨论的也很多 为什么有时候讲心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是心理的分析 受想形式 那么心是 插那身插那面的 我们讲到心 它一定是插那身插那面 这个我是一大制度论里面的 它稍微讲一下 如果要一大比佛萨 讲得更多了 没有没了 它是插那身插那面的 心它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一些 受想形式 这里要别 它基本上 这个就是心 这个是整个心 它有一些 这个我们就叫心所 心有这些作用 心有这些作用 那都是依着境界 插那身插那面 那这里为什么不讲 是 为什么不讲心 为什么讲义呢 因为义是什么 义就是相续 相续的心 相续的了别 相续的心 那比如说 我们认知 因为它 因为它插在认知这个东西 比如说 假设是从心的角度看 我说 这个是 燃花 对不对 可是它插那身插那面 插那就 我又不知道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在想这个人 一下来想那个人 一下来想这个 一下来看那个 一下那个 那个是心的作用 插那身插那面 可是 生命之中有相续的 有相续的 它支持 那个心相续 它才能够 这个是燃花 第一念 燃花 第二念还是燃花 第三念一直看 还是燃花 它记忆前面的 记忆前面的 所以这个 有时候意义叫做 莫娜叫做 恒指这个我 它一直相续 支持全面的 所以它就变成 它 这个如果从科学来讲 就是 我们看到的东西 其实不是心里面 心里面是 透过认识 有没有 我们那个好像 这个就是什么 什么提 然后 因为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比如说 我看到这个佛像 我眼睛看到这个佛像 其实映入 映入我眼根里面的 气是倒过来的 其实是相反的 你看镜子也是一样 其实是相反的 但是我们这个心 透过肌面 自动把它叫成过来的 如果你去看科学 它是这样子 它是自动又把它反过来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有一些视觉 落差 它有些反不过来 我们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色 这个人不晓得 用这个好了 这个绿色 这个比较好讲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色 淡绿色 这个好了 这个绿色 我们看到这个绿色 不是我们的眼根 直接看到绿色 不是 而是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 当然它要光线 反光进来 然后我们透过过去的经验 然后意识自动去判别 它是绿色 这个是识的作用 了别 那么这个心 了别 相续 相续 了别 是指是了别 它相续 一直通过经验 它记忆起来 持续的了别 它就变成义 这样清楚吗 我大概知道是这样 但是你要详细 那个新意识 那个大比佛萨论 又要讲很久 所以这个 其实就是 有一点点 学术的部分 就比较复杂 但是从科学 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到很多东西 也是可以 你看这个就是新意识 那来看 现在来看是 相在的问题 它是问相在的问题 没关系 这就是我们 把前面后面都弄清楚 然后你就看得更清楚 好 那所以叫做 急运我 离运我 那我们说 如果从 从这个角度看 我见不一定是急运我 它也是可以叫做什么 急触我 对不对 也可以叫急戒我 其实可以的 只是说 你用什么来代表 这个运是五运 用这个运来代表我而已 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 你也可以用六触代表我 你不一定要用五运代表我 所以五运有六触相应啊 看你是种在哪一边啊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五运代表我 你用六触代表我 所以你也可以讲 急触我 急戒我 离触我 离戒我 相在我都 就不用改了 它一样了 就触中有我 我中有触 戒中有我 我中有戒 基本上是这样 好 好 那现在来看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运 运是代表 运就是五运 五运是代表 对于这个人 生命 身心现象的归纳 分析 归纳起来就这三大类 物质的 那么 生理的 心理的 跟物理的 好 那现在 现在来看 急我 就是急这个身心本身 我们说这个身心 只是用它五运来代表 因为五运是最常说的 五运当下就是我 急就是 就这个生命本身是我 所谓的我 就是这个生命现象而已 可是这个生命现象 它有一奇生命啊 不是吗 这个我 比如说我儒正 这个儒正法师 这个人 这个我 它是一奇生命的 它就是生命现象啊 这个人的生命 它是指人 以人为主的哦 如果是色戒 无色戒的 它不一定是五运哦 不一定是六处哦 不一定是六戒哦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它是以人为主的 它是一奇的生命现象 如果你以这一奇的 生命现象为我 那 这死了 那我就不存在了 很简单啊 就是这个道理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 这一奇生命现象 这个五运 我的身体 我的心 我的感受啊 这些 可是我死的这些都没有啊 至少我的身体 一定是没有的嘛 我的感受也没有了 对不对 那其他的不知道 没关系 至少我的身体没有了 它从回来不见了 剩下那个骨灰 你不能说那个是我 不行啊 对不对 那所以 以你给予我 这个运当下就是我 那么这个运没有了 那我就什么 没有了 所以这个叫做维护论嘛 这个叫做 佛法叫做什么 断 剑 就在这一奇生命 这个生命完了 就断了 没办法相续啊 断跟相续是不同的概念嘛 就好像我们讲 有情跟无情嘛 相续 然后长 断跟长 好 他就 生命没办法再相续啊 所以他 佛法就把它叫做什么 断剑 因为急运 这个运当下就是我 那你运我 反过来讲 离开这个身心状况 另外有一个我 因为这个身心是会坏掉的啊 可是我不会坏啊 我 我 这个身心不是我 意思就是 这个简单百话讲 这个身心就是我 身心不见了 我就不见了 不会再有 这个身心不是我 离开这个五蕴之外 另外有一个我 这个身心不是我 这个身心是我的房子 我所居住的地方而已 这个房子不是我 这个房子坏掉了 我到另外一间房子住而已啊 是这个概念 房子会坏掉 我不会 我一直在 我是从这个衣 从这个房子 换过那个房子而已 就好像我穿着这件衣服 这个衣服不是我 是我在穿衣服 这个衣服坏掉了 我一辈子穿好这件衣服啊 这个衣服坏掉 我再买一件新的嘛 不然就补嘛 就换另外一件嘛 我今天这件脏了 我换掉 我洗另外一件 穿另外一件啊 我天天换衣服啊 但是我是没有换的啊 只有衣服在换啊 那我是不会坏的 所以这个佛法叫做什么 离开这个身心之外 有一个我 所以这个佛法叫做常见 我是一直在的 然后就是见到我是常 见到我是断 死了就没有了 见到 见就是直取 直取 我死了之后 还一直在 不会变坏的 那相债 那相债就是什么 这两个 也不是这两个 就是他另外一种 相债基本上就是 我中有运 运中有我 那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 这个运就是我 我就是运 运就是我 这个是 我不是运 运不是我 那就是这样啊 我就是运 运就是我 我不是运 运不是我 那这个有时候叫做命 我们等下叫做灵文 什么 类似像这样 那么 这里是我中有运 运中有我 这个是相债 那 我不就是这个运 但我也不离开这个运 这个运不就是我 但是 也不是离开这个运 有一个我 它基本上就是 类似像这样 我中有运 运中有我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应该 比如说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一样的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我中有运 运中有我 一样 那么 我在运中就是 我比较小 运比较大 是不是 那运在我中 就是我比较大 运比较小 其实是这样 那从这个 相在我 就是互相存在 互相存在 我在运 跟我 是互相存在 相在运 因为它这个是运跟我的问题 运跟我有没有 运跟我 运 就是我 所以运不在了 我就不在了 运 不是我 运离我 运及我 它就是这样 运及是我 运不是我 离我 所以运及我 我死了 运没有了 我就没有了 运不是我 你我就不是我 所以运不是了 运不在了 我还在 这样清楚 很清楚 那相在简单 相在就是 运 运跟我 运中有我 我中有运 它就是运跟我的问题 运跟我相在 运跟我 互相存在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就是运跟我互相存在 不是就是这样吗 从文艺上来看 也是这样 是不是 你听不懂要讲 真的 我觉得我已经讲得过清楚了 那你听不懂 要问 要讲 我们把它弄清楚 这个没有那么难啊 没有那么难啊 很难吗 很难吗 听起来好像很难 不回答 我觉得不难啊 怎么会互相存在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障碍就是说 文化上的 文字上的 跟文意上 真的 印度的文化 这就是他们的概念 所以叫做相在我 那么相在我如果仔细分 又变成二十种 你看 因为运有五种嘛 如果有六处 那就不是二十种 那你如果六界又不是 五运才二十种 你看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那也可以讲 我在处中 处叫我中 所以你看 这个处相应里面就有 比如说 相在 先讲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先讲比如说运在我中 运跟我 运在我中 比如这样写 就写这样 运是色受想行事 色中有我 因为运有五运嘛 色中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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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中有我 行中有我 色中有我 你从什么来知道有我 从这个身体知道有我 从哪里知道有我 从我的感受知道有我 所以迪考的说 我师故我在 那么 那么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色中有我 色中有我 那就是相在 互相存在 那么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 比如说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 受中有我 我中有受 就类似像这样 那么就是 集我离有互相存在 世中 色中 受受想行事 如果讲六处的话也可以 眼中有我 以眼为我 六处里面也有 以耳为我 以鼻为我 也视为我 那就 那又不同 但是基本上都从五应说 好 那大概 大概如果是相在 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清楚吗 不清楚也在问没关系 这样有清楚吗 不清楚要讲 不要客气 客气就没得吃 我刚才要讲 就是说在佛法上 就昨天 就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好的 我准备把它写在 分析book上面 那么 他问到说 因为有一个人问他 有一个法师 有一个人问他 然后他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然后他来问我 有什么看法 因为像现在亲民 很多人在做超度 那做超度 很多都是因地藏经 我最近常常写很多经 地藏经还没写 准备要来把它写清楚 其实很多人对佛法 的道理不是那么清楚 那地藏经里面 它有一品影响我们最深的 就是所谓的利益穷王品 穷跟王 虽然讲杂喊 但是没关系 我们也一样 把它弄清楚 利益穷王品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一般我们就叫做 名养养力 这个是名 这个是在世的人 还生的人 这个是死的人 还活着的人 这个已经是已经死的人 所以说是 这个是在世的 这个是过世的 这个当然就是亲人 眷属 大小眷属 在世的眷属 然后这是以过世的亲人 这个是利益穷王品里面的 这个是已经过世的亲人 那一般我们把它叫做明养两立 这个是这个是民 这个是羊 这个是羊 羊间的 羊氏的 民间的 民养两立 所以叫做利益穷王 好 那利益穷王品里面 他是说 有一个老师就叫做 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写那个超度排位 那那个超度排位里面 你还要念书文回向的那个人 还要写对 不然他功德会说得到 那不管你做什么事 栽生 诵经 念佛 他都七分得一分 好 那你说 如果你不想他 你就反正经典这么说就这么做吗 反正地藏菩萨说的肯定不会错吗 他说不是 你误会你不会读经真的 我们品花花经药师经 你不会读 你真的会读错 你会误会他的意思 他不是这个意思 那利益穷王品里面 我现在大概讲一下 利益穷王品里面 就是眷属大小未作功德 生者得六分 亡者得一分 是不是 七分钟 得一分嘛 七分得一分 七分得一分 亡者得一分 眷属得六分 亡者得一分 好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是一般人的说法 其实经文的意思不是这样 真的 我准备要写一篇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要想一下 那这样 这样有没有违反夜报理则 夜报啊 夜报是有理则的啊 就是真理它是非佛作亦非于人作 不是佛规定的啊 这个是真理它有三个特点 那夜报 夜报是一个理则啊 缘起的 夜报是因缘起理则的啊 此有故彼有的啊 是因缘起法则的啊 夜报的理则是因缘起的法则 它的道理啊 是因缘起的法则的 此有故彼有的啊 所以叫做因果夜报嘛 此有 故彼有 彼有就是果嘛 此有是因嘛 而且他一定是自作自受的嘛 他不会自作他受嘛 所以荣树菩萨有讲啊 你要思维上的道理 你就会清聚啊 我若不做不从他的嘛 我若不自作不从他的嘛 我若作弊不失 我若不作不得 一样 我若不自作不从他的 好 你看这个是夜报的理则 夜报的理则就是什么 自作自受 你所做的一定是自己受 能不能自作他受 能不能他做自受 不能啊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为我的往生的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 我跟他送奸 我送奸如果有智慧 我得六分的智慧 他得一分的智慧 我为他摘身 摘身如果有功德 我得六分的功德 他得一分的功德 这样有没有违反夜报理则 有啊 这样有道理吗 没道理啊 可是经典这样说 经典是这样说吗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真的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 他不是这样说 他有这个话没有错 但他不是这个意思 那他就问我 那法师你怎么看法 没有什么看法 他为我没办理则 那为什么他这样说 我稍微等下回答一下 就是他这个 我大概讲一下 因为要吃饭 那么我先大概讲一下 这个问题 基本上 夜报理则不是这样的 不管是 就算是释迦牟尼佛 也不能违反夜报理则 那么何况是 不要说地藏菩萨 其他什么佛都一样 阿弥陀佛也一样 那么 他这里讲的 七分得一分 这个七 跟这个一 不是数字上的关系 不是数字上的 就好像耀之星里面讲的 那个七 是圆满不圆满的问题 这里的也是 具足不具足的问题 好 那不然七是怎么来的 怎么样 刚好是七分之一 不管做什么工作 都是七分之一 哪有这种事 对不对 这没有道理啊 那不是数字 那刚好怎么是七 那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 这个不可能 第二个就是说 违反夜报理则 不可能制作他说 那你说 那这样 王者我为他诵经 为他 为他共生 有功德吗 你如果仔细看 利益存完平 真的 很多人看清 都没有仔细看 看了也不仔细想 然后都当作没问题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从你修洗的 佛法来看 这个不合理 但是不是经文不合理 是你自己自以为是这样 他不是这样 而且大多数人 也没有仔细看 真的 你如果仔细看经文 你就知道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说 这个人 我大概讲了 再给我三分钟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他是说 这个人 平生造很多罪 造出罪业吗 然后 这无常来了 然后死了吗 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 业果 因为还没有堕落二道 因为你死了之后 如果你业比较重的 马上会堕落 善比较多的 马上就升天 但是他有善有恶 而且善恶还没有决定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进入一个阶段 是什么阶段 中英生的阶段 那中英生的阶段 中英生的阶段就是 他业果还没决定 那中英生阶段 最多最多 49天 他一定会投胎 就会被决定 决定了 一旦投胎了之后 你再做就没用了 因为他已经决定了 你做人就已经做人 要等到人死了 才有下一次的 你做猫了 就是已经猫了 你要换一张皮 要等下一次 这只猫死掉 那你要再不做猫 你要等你 因为夜报已经决定了 你要等这只猫死了之后 再做下一次猫 因为猫不能再做 散热道的众生 不太能够造散热业 他纯确受夜报的多 有 但是不多 他造散热业的能力很弱 所以他一旦受散热道的夜报 他就只有等到 他这个夜一直受完了 他才有机会再翻身的 其实他是这样的 已经多了散热道 就不太能够造散热道的夜 他纯确受夜的多 动物可以 但是就是不多 就是比较没有能力 所以你一旦让他多了恶道 他就一直多恶道 如果你做猫 做鬼 要做好几次 五百次或几次 如果做鬼一次 都要做几千年 如果一第一那就更惨了 第一不会业果未决定 第一都是已经决定了 通常未决定的都是畜生道 或是阿修罗道 或是鬼道 他是他 所以未决定的 所以堕入轨道也有那些福报很大的鬼 但是他如果再生前再多一点 有可能就做人 不一定 所以因为这样是众医生的阶段 众医生的阶段 他还没投胎 还没投胎 还没投胎跟已经投胎的不一样 你投胎做猫就是那只猫 在猫妈妈旁边 做狗就在狗爸爸旁边 所以他众医生的阶段 他有一个特点 众医生是异生生 异生生跟夜暴生是不一样的 夜暴生是做不了主的 一生生是可以的 你想到哪 意识所神称 你会到哪里 会到你眷属旁边 很简单 对 你就会一年感到会到你眷属旁边 你到你眷属旁边 这个时候是异生生的阶段 不是你已经死了 来做百日 来做什么 那些都没有意义 那不是异生生 那是夜暴生的 夜暴生是由不得自己的 异生生还可以 因为是有异生在作用的 他还没受报 他还没有那个夜暴 夜暴的障碍还没有 我们就暴障 还没有 他顶多就是烦恼障而已 还没有暴障 这个时候 三分钟已经到了 再给我一分钟 这个时候 如果眷属 他就在眷属旁边 因为他直取的就是眷属 看他直取哪些人 他就会在他旁边 异生生 但这个时候眷属 为他做善事 他如果喜欢喜心 他就有夜 他就喜欢喜心 他喜欢喜心的时候 就是心有善烈 对不对 还是自作自作 那夜有三种 生业 口业 育业 造作夜的性质 有善业 二业无敬业 那么你之所以造作夜的差别 也有三种 就是自作 教他做 跟什么 建作随喜 自作跟教他做 就是一夜跟口业 自作是一夜跟深夜 教他做是一夜跟口业 但是比较重的一夜 就是你自己做 而且你要看你做什么 三夜 二夜不一定 那你形成的影响力 但是力量比较薄弱的 就是什么 建作随喜 他自己也不做 那也不会去叫别人做 他只是别人做了 他像随喜心 这个就是从夜历来讲 他就是什么 叫做少分 有没有 我们如果从这样来分 就是具足圆满的话 功德具足圆满的话 他就是具足 那如果不具足 不具足的话 就是有差别 不具足的话 他就是分 一个叫做多分 一个叫做少分 一个叫做什么 一分 具足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具足 比如说我们说五戒 五戒都受 叫做具足 圆满 圆满 圆满具足戒 五戒都受 他有一种叫做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他不是多分 不是少分 他叫做 满什么 满分 对这叫满分 这就是圆满 这时候就是会忘记 满分 对这叫满分 圆满就叫满分 具足 满分下来就是多多分 我做四条件 然后少分 做三条件 两条件 那说一条件就一分 对没有 功德就是这样 好 那你如果是制作 那制作业必说报 他就是满分 所以后面有讲 就是生的人 自己做 分分自得 有没有 这个就满分 你自己做 而且你自己欢喜做 自己愿意做 自己去做的 这个就是故作业 满分 那么你自己不做 教别人做 或你自己没办法做 你教别人做 或自己你自己不要做 教别人做 那个 那可能是多分 可能是少分 可能是不一定 但是他有什么 有深业跟口业 不是 有口业跟异业 对不对 但是异业的善 可能弱一点 但是他口业也上 那如果是恶 他就一样是恶 那如果是建作学习 没有深业 没有口业 只有异业 而且异业也比较弱 这个时候 功德一分 就是从这里说的 他不是说 分七分 你谁去把它分七分 那为什么讲七分呢 七分就是圆满的意思 因为佛经里面 常常讲七分 就是讲圆满 钥匙经也是这样 钥匙经也是这样 那跟七七的七 七七的七是数字的七 这个七分中一分 是概念的七 所以你看 这个身分做七分 头发分做七分 你在经典里面 才能看到这个东西 分做七分 就是分做比较碎 比较维系的部分 所以地藏经里面讲的七分 就是满分的意思 一分就是最少 那最少是为什么最少 因为他是中医生 他没力 而且他是造恶业 他那个心力是比较雷络的 他心力比较雷络 他最多 最多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建坐水席而已 从这里讲一分工程 这些大概讲这样 其实学识这个也很麻烦 但多数的人不知道 昨天有人去问 其实我觉得有问题 要问是好事 因为你没有问 我也不会讲 你一问我就知道 我就跟你讲 他确实是这样子 我准备好像要写这样 实在会是book上 好 我们先下课